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佛玺未出家之前 常常看净空老法师的电视红法 除了因此投入净土念佛的修行中 印象最深刻 一直想拜读了解的就是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托各位的福 终于让佛玺有这个因缘 录制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除了感恩在网络撰文分享的贤德之外 也期盼各位在聆听之余能广为流传 善财童子是出于佛教 大方广佛华言经的入法戒品 全经共八十卷 入法戒品占了二十卷 全品叙述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就是善财童子参拜五十三位善之士 善财童子因为家庭不幸 以一个孩子的好奇为出发点 经文书施利童子的指引 明白了人生的道路 要发菩提心 造福人间利乐友情 更以此为宗旨 不辞千辛万苦 爬高山 飘大海 闯王宫 这五十三位善知识者 有厨师 设计师 小学教师 航海家 商人 音乐家 医药家 比丘 军事 外道 老人 小孩 男子 女子等 各行各业 各传授 一法门 因此 善财童子从思想 道德和技艺上 舍己为人 随同观世音菩萨 造福人间利乐友情 他是观世音菩萨身旁 闻生救苦的助手 在佛教寺院中 可看到 观世音菩萨像旁 站立着一个 天真活泼的可爱童子 他就是善财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 跟随着善财童子 参访着 五十三位善知识 第一回 拜众童子 据传在很多年以前 有个地方名叫浮城 城中有一位长者 年近半百 膝下五子 家境贫寒 日子难度 他觉得自己真是命苦 这位长者听说 释迦牟尼佛已成正觉 正在士多灵 与周菩萨说法 于是便跑到佛前 五体投地跪拜 佛陈牟尼佛 不知我前世造了什么恶念 是我如今苦难 您老人家能拔击众生苦难 请让我解脱吧 佛陈牟尼佛睿 可是佛陈牟尼佛 佛陈牟尼佛再也不说话了 老两口只得回家 一路上揣摩不透佛陈的话意 点点勃勃地走进屋里 虽然如此 长者回家之后 感到心情舒畅 无所顾虑 虽然家徒四壁 但他不再为此苦恼 一天夜里 两夫妇睡得正香甜 忽然满屋 金光灿烂 香气扑鼻 他们起来一看 地上裂开了大缝 放出七宝金光 正想看个明白的时候 突然变得一片去黑 夫妇俩起床开门 见门前院中 耸立着一座 庄严雄伟的七宝楼阁 金碧辉煌 八面玲珑 不知是从何处飞来的 他们爬上楼去 四面观望 只见云霞飘渺 群山起伏 令人心旷神怡 正在欢喜之际 长者的妻子突然昏倒 肚子围动异常 竟然是怀了身孕 十月临盆 娃娃出世的时候 天上忽然一声巨响 霞光万道 地上涌出重宝 包括金银 琉璃 车渠 玻璃 珍珠 玛瑙 遍地皆是 顿时成了宝的地 宝的屋 宝的世界 凡所应有 无所不惧 夫妇俩喜不自生 因此给这孩儿取了一个名字 叫他善财 善良的善 财富的财 然而 谁知不久之后 这座阁楼突然不见 只留下了财宝 但一家人不愁吃穿 日子过得舒心 由于这对夫妻很善良 把金银财宝 施舍救济穷人 时间长了 他们的钱财也不失完了 善财一家 又过着十分贫苦的日子 善财渐渐长大到八岁 勤奋好学 聪明过人 读了很多的书 而且又性格温柔 人们都夸他是个好孩子 可是 家中五米下锅 大家都过着贫穷的日子 连戒都戒不到 父母为了让孩子活命 有点吃的都给孩子吃了 自己却饿的患了重病 双双离开了人世 善财因此更苦了 他不明白为何如此 想要寻求解脱苦难的办法 让大家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一天 善财在家门玩耍 看见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童子 骑在一头青尸背上 后面跟着许多头男头女 穿戴整洁 欢喜活跃 浩浩荡荡的 毫不威风 善财看得高兴 又觉得奇怪 他想不通 这是什么道理 为什么有的人穷 有的人富 于是他上前问道 你们日子过得美好 怎么不管众生的苦难呢 究竟要怎么样 才能解脱众生的困难呢 可是那些童男童女 谁也不理他 善财只得呆呆地 望着那些童男童女走远 然后伤心地哭起来 哭了一会儿 他忽然心中一亮 自言自语道 我明天一定要去找他们 寻求怎样解脱众生苦难的道理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第一回 拜众童子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